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寂寞大师 Final Portrait 由知名演员Stanley Tucci指导 寂寞拍卖师的Joffrey Rush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Army Hammer主演 剧情讲述Army Hammer饰演的美国评论家 收到了Joffrey Rush饰演的艺术大师 贾克梅蒂的邀请 为他画一张肖像画 原本这个大师说 只要两三天就好了 结果在他一直没有办法 完成这张肖像画的状况之下 日子就一天一天的拖下去 而这个苦命的模特 也只好每天来到大师的工作室报到 让大师作画 或者是陪他吃饭散步 聊聊天等等的 就这样子 寂寞大师的故事是蛮简单的 没有复杂的时间线 也没有太多的戏剧冲突 纯粹就是一个人 走进另外一个人的生活 旁观他的世界 只是这个人 是一个艺术大师 贾克梅蒂 好的一面坏的一面 他通通看得见 而这个美国艺术评论家 他也是有他的目的的 除了让他为他作画之外 更重要的目的 没有在这部电影里面 明讲的是 他想要帮贾克梅蒂写一本传记 全名 亚伯特·贾克梅蒂 他的雕塑作品 是艺术市场中 破纪录的收藏品 兼具了超现实厨艺 还有立体派 拥有一套 自己独有的风格 他的作品里面 都有一种世界大战之后的 虚无感 还有荒谬感 你可以感受到一股 相当的 估计 还有无助 他曾经为贝克特的经典荒谬剧 《等待果托》设计过舞台 观察 是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键词 这两个角色 看起来就是这样 面对面 一方面 画家一笔一笔地画下 他眼中看到的 是画家在观察模特儿 一方面 这个模特儿 他也在观察画家 除了他想要了解这个人之外 他也在暗自评价这个大师他的怪异行为 相对于观察的就是被观察这件事 或者说展示自己吧 而有趣的一点就在这里了 除了模特儿是在画家面前展示自己之外 画家在作画的同时 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 其实也都是在展示自己 而且相比起来是更赤裸的 把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 自己的内在还有灵魂都展示出来 作画的人虽然画的不是自己 但是其实是把自己放在画布上面 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创作者通常是很脆弱的 很没有把握的 就有点像是我在写稿子的时候 那样的经验是很着迷 然后又很挫折的 于是就像小时候在玩任天堂的时候 一直不断地在按那个restart重新开始 也就在这样子不断拖延的作画过程当中 这两个人一天一天的彼此认识 就像是电影里面说的 那幅肖像画是不可能完成的一样 人也是不可能真的被了解的 于是人是寂寞的 贾克梅蒂更绝对是 虽然说《寂寞大师》这个翻译片名 的确是想要沾寂寞拍卖师的光 而这两部电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风格也是完全的不同 就只有主角是一样的之外 寂寞这个词用在这部电影里面 某种程度上还是对的 表面上贾克梅蒂这个人物完全不寂寞 他有老婆有情妇有助手有名气 又有花不完的钱 但是你看到他半夜跑到工作室里面的那场戏 或者是从他的作品里面来看 他的内心像是荒野一样的寂寞而孤独的 电影没有刻意去刻画这个部分 只是顺着没有什么惊奇的剧本 淡淡的让事情发生 嗯...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先了解贾克梅蒂这个艺术家 我想是有帮助的 很多的地方 包括工作室的场景里面的东西 和服装造型等等 都算是神还原真实的贾克梅蒂 两个演员的演技分别来说都还算不错 阿弥陀佛在高大的外表之下 依旧流露出他的细腻来 Jofie Rush 则是将贾克梅蒂扮演得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像 又有他一贯幽默的表演节奏 《寂寞大师》可以说是一部 没有负担的小品 沉浸、轻松、细腻 没有很大的格局 用一个写实的小故事 怪异的大师和高雅的模特 两个人的对比 去描绘出一幅简单的人物电影 的确是跟这部电影给人的预期 是有一点差别的 但我觉得这还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尤其是对艺术创作有兴趣的人来说 《寂寞大师》这部电影 我会推荐给 不把他当成《寂寞拍卖师》的续集的人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obi 频道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